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梅艳芳在电影事业的表现,同样突出,演出角色十分多元化,获奖岑峰。 曾有内地人用霞玉芳洪,来形容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,香港电影最具代表的女演员。 其中霞即指林青霞,玉,是张曼玉,芳,是梅艳芳,洪,是钟楚洪。 1984年,梅艳芳憑原份一片,获得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。 1987年,梅艳芳凭主演的《烟枝扣》,同时获得台湾金马奖,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薯荣。 2002年,凭男人四十,获得《长春电影节》的最佳女主角奖。 梅艳芳是第一位能夺得歌后,天后及影后的香港女艺人。 除了烟枝扣外,梅艳芳也分别在1991年,以何日君再来。 2001年以芳心假期,及2002年以男人四十,提名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 梅艳芳在1992年以何日君再来,1993年以审死官,1995年以洪番区,及2002年以男人四十,分别获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 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今天就讲到这里,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啦。 拜拜。 拜拜。